文章来源,网络 虽然从客观表现上来说,大钱一定是有一个爆发期的,赚大钱在客观上一定会表现出在一个特定时期的爆发性,也就是所谓的赚快钱。 但是这种快钱,从主观上来说是无法预期的,从客观上说,是积累到一定程度,个人努力和行业趋势相结合之后的化学反应。 但本质上,你不能从一开始就从心态上指望爆发性增长。 虽然你积累到一定程度,一定会出现爆发性增长,但是你不能做这个指望,否则你心态会失衡。 而一旦你的心态失衡,你的动作一定会变形。 本来你是可以爆发性增长的,最后也失之交臂了。 而且很多时候,你可能会因为你心态造成,本来你可以赚十年的钱,最后你只能赚一年了。 你赚了一年的钱,你很高兴,但即使你错过了一个更大的时代,后面九年你可能少赚更多钱。 我们已经见过大量这样的情况了。 已经去世的大佬,另家的左辉,很有钱,地产圈首付。 其实,以前北京的地产中介,黑中介特别多,各种假房源,各种收管理费,各种不透明。 就这么简单一个事情,其实当初左辉要是也这样,他可以更快赚钱,但是他后面就赚不到更多钱了。 因为长期的钱,一定是口碑做出来的。 包括京东的刘强东也是,以前中关村到处都是卖盗版光碟了,现在那帮人都死了,只有京东做起来了。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,刘强东从来不卖盗版,然后非典的时候,京东转型线上,一个IT版主就跟大家说,整个中关村,只有京东不卖盗版,然后好多人去他那买。 后来,正品,速度快和IT数码,成为了京东三个最大的标签。 这就是品牌。 其实,当初卖盗版的话赚钱更快,但是你赚不到长期的钱。 以前的自媒体,很多人做什么股评号,营销号,房产号,不做自己的IP,当年某某系某某号特别火的时候,这帮人做矩阵,赚了很多钱。 但是后来都垮了,后来都卖掉了,现在都赚不到钱了。 因为他没有品牌,他没有IP。 他确实是爆发了,但是很短。 然后就没了。 现在整个自媒体的竞争已经白热化了,没有个人IP的人根本赚不到钱。 而且他以前做的都是类目号,现在广告都不行了,价格都下去了。 他没有IP,粉丝其实只是去他那看信息的而已,其实并不信任他。 他的本质是一个信息搬运工,而不是一个IP品牌。 这个模式早就过时了。 信息是不值钱的。 这个时代,所有的信息,你去百度一下,都能搜到。 你怎么可能一直依靠信息不对称,赚快钱呢? 就跟你不可能一直卖到板和做黑中介赚钱一样。 很多人以为,商业赚钱靠的是信息不对称,这是错误的。 商业赚钱,靠的是垂直的系统,而不是横向的信息不对称。 所有的信息,我都可以讲课告诉你。 但是,你自己能力不行,你就是写不出来,你自己懒,你就是做不了课,你就算抄我的,去做一个假号,去抄我的做一个假课,也许确实能赚到一些钱,但不会特别长久,也不会特别多,因为你没有核心竞争力。 因为第一你没有IP,第二你没有持续的大流量,第三你没有这个价值观,你只能模仿表象。 更何况自媒体的商业模式变化很快的,一两年就要转个型,你就算抄,抄的也都是一年前的模式了。 所以,学东西,学底层逻辑才是最重要的,而不是直接去抄。 所谓的抄作业,不是直接copy,而是深入理解商业逻辑。 做事情,切记高举高达,切记穷尽自己的商业空间,要留学余地,要把思路从短期爆发赚大钱,转到长线精细化运营上来。 段永平说,我们不怕跑得慢,就怕跑太快。 就跟开车一样,开得慢了,我可以开得快一点,但是如果开得太快了,我就要撞车我就死了。 所以,段永平几乎从来没有第一个,记录到一个行业过,做DVD不是第一个,做手机,小米都出来了。 Vivo和OPPO才转型智能手机,做电商,淘宝京东都格局已定,他才开始做拼多多,现在又开始做快递。 很多人都已经快递战争结束了,结果他想清楚了,又来了。 将近十年前,小米就做了红米这个低端品牌,华为就做了荣耀,金利还做了IUNI,结果OPPO这两年又做了Realm,很多人不知道Realm已经是世界前十的手机品牌了,不到十年。 我们小时候特别喜欢打街机,就是拳黄、街霸、三国志那些的游戏机。 我们有一个同学,搓大招特别厉害,玩过拳黄的都知道什么是搓大招。 就是可以一击致命的,但是搓大招有一个问题,他需要的。 就是不是你想搓就搓就搓的,他底下有一个能量值。 然后,我们几个玩得好的小伙伴弄了一个比赛,最后这个搓大招的和另一个特别喜欢用小招的人进了决赛。 最后,他没打过那个喜欢用小招的人。 那是第一次,亲眼见证一个人,可以用不断的小招干掉一个大招高手。 因为小招就是运营,而运营是每天都可以做的,是需要等能量值的,光光的连续给你发小招。 你再会大招你,也搞不定啊。 因为压根就没有给你流传气的机会,就用小招把你干死了。 后来,我长大了,做了互联网,互联网有一个词,腾讯发明的,叫小步快跑,快速迭代。 就是,先把一个东西搞出来,别管好不好,然后快速迭代,发小招。 千万不要等到一个东西,完美了再发大招,不要指望一次,吃个胖子。 等你更强了,你就可以吃更大的肉了。